很多兄弟一直问我 为什么顺风局还要偷塔 就这么跟你讲 一时的顺风不代表这把能位赢 而且最重要一点 暗星这英雄越到后期越没用 所以中期尽量把高地全偷了 哪怕后期打不过 至少还能利用兵线打龙王偷水晶 这波用行动告诉你 为什么米莱迪不如暗星 米莱迪一个碎皮拿什么去偷塔 只要赶出来带线就等于送死 但暗星就不一样 单条墙还能跑 单凭这两点 米莱迪就比不上 解决了米莱迪 再去强拆中路高地 这波送塔的目的 就是把对面逼回来找我 这个东方药也太讨厌了 我把中路高地拆到残屑 就这样被他拆了 好好的素材给我搞没了 这里有点搞笑 按推塔间按到变身键去了 还好开了干扰 防御塔没打死我 居然让我跑了 你们看这里我准备把上路高地偷了 拆到一半又按到了变身键 老是犯这种低级错误 我真的服了 这波果顿把达吉卖了 忽然都得死在这里 你们看双方在野区打团 那么水晶将被放空 可以偷 不管顺风还是逆风 只要你偷塔就很容易赢